台东县最近几年在发展冲浪运动 而您知道吗 在稻田上居然也可以玩冲浪 在长冰箱有一个休耕的农田 最近开发出了以收线机绑上了浪板 在休耕水田上冲浪的新玩法相当有趣 冲浪不是要到海上吗 在长冰箱有一处休耕的水田上 出现了游客尖叫嘻嘻声 小朋友们轻松站上冲浪板帅气的甩尾 大人看来也忍不住想要下水体验 业者表示海上冲浪要等很久才可以等到浪头 而且要花很大的功夫来学习 稻田冲浪是利用报废的机车引擎改装成收线机 只要握好机车把手操控收放 就可以让冲浪变得相当容易 而目前也已经取得台湾及大陆的专利 这个创业本身就很喜欢玩冲浪 那加上就是自己也喜欢玩摩托车的引擎 想说把这个运动两个结合在一起 然后去变成一个新兴的运动 那加上就是自己的部落嘛 因为人口流失了蛮严重 想说把这个运动带到这个我自己的部落里面 希望说能够造成一个亮点 造成一个风气 让大家看到说我们这个部落是 不是就人口外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 那我希望说把这个活动带到这个部落里面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部落其实是有一个很多年轻人 有想法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去做这样的活动 那它是一个收线机构 收线机构的一个动力的部分的话 它主要是商业机密啦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 目前接下来就是要 要去怎么让它去包装 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极限运动 一个机器 那以后我们自己就是有 有自己的专利 专利有中国大陆的专利跟台湾的专利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去接洽 来到部落体验一下我们部落的生活 深度旅游才是我们要的 让我们部落更多的年轻人回乡 然后我们玩一些套装行程 现在我们部落有慢慢有一些 密境的地方可以带客人去 去行走 看看这边的生态植物 业者表示家里这块水田长度有80公尺 休地养根三年 因此利用这段时间让露营客和部落导览客人前来体验 尤其是外国人最喜欢玩了 而业者也表示水深只有到小腿度 而且下水前还要有10分钟的热身及解说 是相当安全无语的一项活动